在奥运赛场内火热进行的各项比赛之外 各路媒体的报道站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 那么眼下他们热议的话题都有哪些呢 我们继续看伦敦演播室带来的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当地纸媒与奥运相关的报道 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国每日邮报 刊发了一篇报道 叫做超级女孩狂懒第二斤粉碎了违禁品的谣言 我们知道叶士文在昨晚的200米混合泳中 打破浪运会记录又获得了一块金牌 用成绩回击了美国资深游泳教练 一度认为叶士文的速度不可置信 令人不安的言论 当叶士文早前赢得400米混合泳冠军 并且打破世界记录的时候 那么BBC的主持人克莱尔和美国游泳教练 就对他产生了很多的质疑 那么当质疑过后 中国的微博平台上应该说有大量的网友声援叶士文 表示这样的成绩是叶士文艰苦的训练换来的 而英国的某些媒体和美国的教练 有点酸葡萄的心理 那文章其实还说叶士文是经过了 严格的兴奋剂的检测的 同时这个文章还采访了英国奥委会的主席 塞巴斯颠科 他就说这是一场精彩的表现 我愿意相信比赛的真实性 盲目怀疑运动员成绩的突然提高 是不公平的 好了我们要再来看一下每日邮报 每日邮报今天其实刊登了几张照片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来找一下 大家来看 这个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伦敦的剧院和商铺 为什么如此冷清 来一一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几张照片吧 首先这上面最上面的这张照片 是英国非常繁华的牛津街 也非常的出名啊 那这个照片拍摄时间大概是下午的三点半 这个时候按理说牛津街 应该是最繁华最热闹的时候 但这个照片上显得非常的冷清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注意看了 这个是伦敦东部的一个交通的状况 对这个拍摄的时间是早晨的八点十三分 那么按理说呢 早晨八点十三分应该是上班的高峰期 平常是车来车往熙熙攘攘 然而此时此刻 这个照片上显现的景象也是非常的冷清 那么再看我们这张图片 这个是伦敦的一个著名的购物中心 看起来也是空空荡荡的 这些照片呢 就让人觉得好像跟现在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奥运热闹的场景 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和对比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早在奥运会之前呢 为了减轻伦敦本土 本来已经非常繁重的交通和出行的压力 那么伦敦当地政府呢 是号召大家奥运会期间尽量减少出行 那么同时呢 为奥运道路腾出一些交通的这样一些负荷 那么很多的英国本地人为了躲避拥堵 纷纷提前是选择了到外地或者是外国旅游 那么由此呢 就造成了这样空空荡荡的局面 而我们说那么外来游客有多少呢 从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 伦敦目前只吸引了10万的游客 而往年的这个时段 伦敦的游客应该大概是在30万左右 所以我们说这个数字的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这就直接导致了酒店和一些 这个餐馆的数量 预定的数量大幅的下降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出现了照片中的那样的场景了 高运